新人酸 新人酸本身如果适当的使用 效果是还不错的 但是最常见的一种状况就是 你觉得效果不错 所以你过度长期的使用了 这时候问题就会来了 比如说皮肤可能过度的去角质 所以保湿能力变差 进而形成一种矛盾性的粉刺 或是毛孔角化的增加 有时候会见到这个现象 或者是不当的使用用久了 或者是操作不当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应该是两个礼拜以上一次的 可能变成一个礼拜不到就做一次了 这种情况下过度伤害皮肤 反而会造成皮肤容易泛红 进而诱发出类似酒糟的情况 或者皮肤变得很敏感的状况 所以使用杏仁酸 不管是你在做疗程的话 或者是你在自己居家使用 必须都需要跟医师讨论说 我该用到什么时候就应该要停止 或者是我的目标是积极治疗的 还是是后面维持用的 而不是从头全脸一直从头上到尾 这样子其实是很伤皮肤的 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使用呢 基本上来说你对杏仁酸 对水洋酸会敏感的人 甚至对R4P0会敏感的人 可能都要尽量避免 一般来说杏仁酸虽然本身 对孕妇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一般来说 因为他们安全性没有非常的稳定 加上他有类似水洋酸的结构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会建议 就是说孕妇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尽量还是不要做任何的酸类患肤 那酸类患肤中大概 孕妇一定要避免的是水洋酸患肤 一定是一定要避免的 其他酸类患肤可能要跟医生讨论说 到底有没有那个必要性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还是不要采取这些治疗比较好 当然有种状况是绝对不要做新人双患肤的 就是你脸上有感染症状 比如说你有黴菌感染 你有扁平油 或者是你有泡疹在发作 不管是单纯泡疹或单装泡疹 正在发作或是还没有治疗好的时候 尽量不要做新人双患肤 这样会比较安全